你们俩慢慢吃 明轩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 那书呢 那书给您放车上了 行吧 您这是 要跟莫菲去约会吧 谁啊 就我看人电视剧里演的 约会都是拿个花 拿个美酒什么的 你这哪儿不是不太狠色了 你给我屁 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可是 小龙子的原牌书 是吗 但我还是觉得 不太好 你觉得不好不重要啊 关键成果非喜欢就行 走吧 来 来 我就知道你没有把我忘了 我快饿死了 披萨 我 那要不我帮你打开 好 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啊 好 对了 李奇刚才给我发消息说 白礼的事情解决了 真的吗 怎么解决的 你想知道啊 对啊 那你给我吃 跟你开玩笑的 真的是 是 是李奇的朋友找到了附近的商权的录像 拍下了他们打人的全过程 所以警察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这么简单 那我告诉你 你的这个消息 你作为回报 是不是得帮我一个忙啊 什么忙 你帮我看看 我总觉得套路太多 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你有没有想过用蜡染和苏绣呢 真的是 你怎么什么都用中国元素来解决的呀 能不能认真考虑一下 我认真想过 而且我自己也试过 出来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可是一次放两个元素会不会太多呢 毕竟我要做的是洗手中 我觉得只要尺度把握好了 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我之前回作业的时候呢 用这种方式做了一个树叶 安德烈当时就说 没想到这两个元素融合起来 效果会是这样 别人也都说出来的效果很好 所以应该可行 而且你现在 最重要的应该是画龙点睛 而不是中国元素 这样的话 你的老板也不会觉得太突兀 这么多了 当然 让我去 你看 来啦 刚洗澡呢 就把门给锁了 你怎么送外卖 穿这么久啊 去隔壁 强总 你怎么来了 莫菲呢 她 好好好 你有朋友来啊 我刚好要回去帮你开门 好 明轩 你别误会 我只是来给她送个披萨而已 明轩 我们在一块儿吃披萨呢 要不要一起啊 你这么本来还吃披萨呢 不用了 你们俩慢慢吃 明轩 你听我解释 不是 你想 why 不是 你表演就是生气了 你觉得你发的 觉得干什么呀 你讲好了是吗 没有 我就是 方笑愚你太过分了吧 好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羞 恭喜你提前杀青了 我许几背心的角色度角形 全给我 对你提前杀的 您有一个与众 我给你带梁 许准备 不再打扰 你的人生 唐总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你俩又吵架了 这事不能怪唐总 我要是换做他 看见你从风向余林屋走出来 我不止生气 我还要跟你分手 这么严重吗 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 莫菲 你得要多替对方考虑一下 我替他考虑了呀 而且刚刚我本来想跟他解释的 可他听了不听 我就走了 行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唐总在国内 你想回国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你回国了 发现他青梅竹马那个女的 跟他在一起 你生气吗 好吧 确实 给我也会生气 这不就得了吗 还好人家唐先生啊 是有教养的人 要是换成成阳 不早给他打过去了 莫菲这个事情啊 确实做得不太对 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你和陈阳 就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吗 我跟陈阳 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我跟他都需要空间冷静一下 我还是这句话 一定要好好地替对方着想 珍惜身边的人 好 晚上好 我 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 科普一个小知识 他说 古今是非常有爱的动物 他们一旦吵架呢 就会在三分钟之内和好 要是人能像胡金一样就好了 中吵过后 很快就能和好 今天晚上的事情 是我做错了 我们 能不能和好啊 怎么发现吗 就是你 你 也不愿意 太多了 她甚至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